马上就要过年了 今天少奇买了一个80后90后的小伙伴 小时候有一队玩过的小牌 刀杀鸡 瘦兽牌 龙虎斗 军事牌 这个我没怎么玩过 这个也没怎么玩过 小时候没有手机 最常玩的就是这两种游戏 刀杀鸡和瘦兽牌 这个就是大象吃狮子 狮子吃老虎 老虎吃豹 豹吃狼 狼吃狗 狗吃猫 猫吃老鼠 老鼠又能打过最大的大象 然后一个循环 这是最常玩最简单的 进击一点的就是这个 避风 折傻子 傻子抗羊枪 羊枪打老虎 老虎吃人 人拿刀杀鸡 鸡吃蜜蜂 最后一个火箭是最大 但是碰到哪一个就两百巨伤 全部都炸死 火箭也没了 老虎也没了这样 屏幕前的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种小牌 玩过的可以评论一 没玩过的可以评论二 今天少奇就和屏幕前的你玩一把小牌 赢的那个人 谈书的那个人的脑八崩 玩法非常简单 先把小牌剪开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字 听说只有1%的天才能打得出来 不知道你会不会 随便打乱 完全凭运气 尊少奇 视频前的你 先让你先抹牌 你的 我的 你的 我的 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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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谁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牌 你的是狼 我的是狗 狼吃狗 诶 你赢了 第二把 哇 你是大象 我的是狼 你我赢了 大象吃狼 厉害呀你 两次都是你赢 第三个啊 你是虎 我是狮子 狮子吃老虎 啊 这次我赢 你是豹 我的是老鼠 你赢了 你是狗 我的是猫 狗是猫 你又赢了 你的是老鼠 我的是狮子 我又赢了 你是大象 我是豹 你又赢了 两个大象都在你这边 我这次估计要惨败了 你的是猫 我的是虎 我把你猫吃了 10张 6张 10比6 赢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一看就懂 我替你谈一下我脑瓜崩吧 太阳视频间的你还是蛮厉害的啊 但是我不服 再来一把刀杀鸡 看看你赢 还是我赢 鸣风对决 蹦 刀 狗虎吃刀 我赢 你又是刀 狗 我是枪 狗赢 你是个火箭 火箭炸了我一个人 火箭又炸了一个人 目前你一个没赢啊 这次我赢的概率很高啊 蹦 啥子 狗 啥子有枪 打老虎 啥子赢 蜜蜜蜜蜜 碎掉 啥子 鸡 啥子吃鸡 鸡 羊枪 枪打鸡 好好好 这次一目了然 一张 两张 三张 四张 五张 六张 一 二 三 四 你只有四张 我这边六张 6比4 我赢 来来来 我要谈你一个脑瓜崩 我去 我的相机